那跟着恒生出的那份业绩 其实就令到大家 我相信突然间是对于很多香港的金融股 是有少少突然间多了很多的问号 那变成其实这些金融股 香港其实指数最主要都是这两样东西 就是金融股和科网股去支持的 那变成都有这样拖住 短期里面真的不敢看得太好住的 所以只可以一环扣一环解了 其实大家讲来讲去 就好像我们一月份都不断跟大家讲 其实大家在看内地的高息债 究竟那个环境会不会慢慢好转 或者没那么大压力 就是二三月大家要看的东西 所以我估计现在可能是个别题材去找一下 就是刚才我看到我们节目有讲过 昨天出过业绩的ASM 好像都真的做得不错 是的 那他甚至有少少可能其实形态想突破 那看看究竟短期 如果他站到85元就当是突破的 我自己觉得 那你短期大概83-82元 这些来做一个很短期的防守止蝕 那就是这些可能是一个很短期 大家拿来当是吃鸡糊的做法 你说的是522是吗 ASM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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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业绩出了 今早现在都在升超过2% 那就看到你刚才说到银行股 刚刚也有人想问 那我帮他解答一下 徐小姐 他说可不可以问恒生 他就说都持货很久了 他说平均成本154元 现在前景是否已经改变了呢 怎么看前景 是否都还是可以是一个收息的持仓呢 其实今次很坦白说 今次份业绩 就应该不是只是吓死我的 应该是吓死很多行内的人 那其实坦白说 今次的恒生是令到大家对他的 即份业绩 对他今次很大的改观 因为过往大家都觉得恒生相对是 本地业务比较多一些 以及会是相对是 那些项目上面是可能相对稳定一些的 但是今次份业绩呢 其实最着眼点就是 大家看到他失败了 即无论是营收的预期 即失败了营收预期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其实大家觉得 你可能一季半季差了 不是大问题来的 通常 但是最大的猜不到 是很多是竟然是借了给一些内地的 可能内放债 那些 那其实大家是猜不到这个位置 那变成大家其实是可能期待 究竟恒生会不会来 会多一些描述一下 究竟这方面的业务发展是怎样呢 那其实这个位置 我觉得是可能要纏绕他多一点时间的 你说他短线会不会有反弹 可能会有 但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是一个比较中期 是一些机构投资者的一些忧虑 对这只股份 那变成我自己会觉得 如果有这个忧虑 我当他现在预测股息率3.8左右 就是说预测股息3.81年 那其实去到现时这个水平 又不算太吸引 因为其实你看美国神明国债 都接近两厘 那变成在机构投资者 你多厘几的buffer位不算高 那如果你说要选收息的 其实香港又多很多 现在这一刻讲短期里面 又多很多不同的股份 是个息率高过你 那变成在几个层面秤下去 我自己觉得恒生短期里面 真的不是一只比较吸引的股份 所以我自己会看 你看一下究竟他会不会 其实如果他反弹到 即那天出完业绩 如果那支大音速 他反弹到一半站上去 可能我才会看 究竟我刚才的分析是否要改观 否则的其实短期里面 你就可能拿着昨天的低位 做下的防守止洩好一点的 或者即未必一定要全部走光 因为我不知道 究竟个仓位对你来说 那个心理影响有多大 但是通常我们会 即我当是一些操作上面的分享就是说 有些事情如果是有隐忧 不是看得那么通的 但是那个仓位原来对自己 那个心情是有影响 去到某些critical的水平 可能起码减一半 起码给自己赚回健康 这个我觉得是重要的